嗨 大家好 我是四良洲施老师 很多人问到买房子应该要注意什么 基本上施老师都会跟他讲 买房子你要注意有三件事情 哪三件呢 第一件就是这个产权清不清楚 所谓的产权清不清楚 就是他的借款金额有没有过高 比如说可能有二胎三胎 超过你要买的价格 当然这个产权就有问题了 再来这个有没有被查封啦 限制登机啦 等等之类的 或者跟人家有纠纷呢 有诉讼 这个就是所谓的产权清不清楚 再来第二个就是物的瑕疵 那通常物的瑕疵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辐射屋 或者是海沙屋 那这两项呢 只要找厂商来检验 就可以确定了 当然还有一个就所谓的这个漏水的部分呢 那漏水的部分当然 就可以找专门在抓漏的师傅来帮你检查 那通常他们有提供这样的免费服务 这是非常好的 再来第四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凶宅的部分 那至于这个凶宅呢 当然物主不告诉你 说实在你很难查访 当然我们可以先透过这个网路呢 去搜寻 也就可以去了解 这个就所谓的物的瑕疵的部分 再来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 嫁金履约保证才能保护你的产权 你把钱付得出去 保护你的钱 可以完完全全拿到这个产权 所以你买房子基本上要注意的 就是以上这三项 第一项就是产权清不清楚 第二个物的瑕疵 有没有 第三个就是这个 嫁金履约保证 保障你的付出的款项的安全性 好以上分享到这边 谢谢